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会见上海副市长翁铁慧 会后上海副市长接受媒体提问 其中被媒体问到对于十万法轮功学员与亲属 控告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时 没有回应随即离去 上海副市长翁铁慧拜访台北市长柯文哲 会后向媒体说明时 现场台湾媒体纷纷查问问题 不过翁铁慧只回答了老眠陆媒的提问 就准备离去 此时有媒体问对法轮功学员控诉江泽民有何看法 法轮功学员跟家人超过十万人数江 请问你的看法 好 因为今天晚上 再见 敏感问题没有回答 上海副市长与幕僚一同离开 至于上海台北双城论坛 恐怕因为柯文哲不接受九二共识而触礁 我了解尊重他的说法 但是我刚才讲过 我还是相信 一无新观点是两岸交流一个新的 方向 柯文哲比中共官员见面 现场媒体大阵仗 至于原本这场行程 是由台北市国际事务组发出通知 后来又悄悄改媒体事务组挂名 据传因为陆方不满 我是不晓得 像这种细节 大老板不会知道 底下的处理掉 他们处理掉 但是我都可以理解说 这个人家有人家的立场 人家有人家的那个 那会去 那会去穿小鞋 谢谢大家 没有啦 不要想那么多 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 所以 第一步要先增加互信 是互信要先增加 如果都不互信 那后面都完不下去了 至于先前有媒体报导 对岸派出秘史与柯文哲 沟通九二共识 对此柯文哲说 台湾的作者比记者还多 这个国家最不缺的就是谣言 新唐人的电视程辉耀 柳姿营 台湾台报导 如果没有话就往后撤了好不好 我知道